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07集 范贤第一眼就认出了无言下夺语的书生是他 但根本没有想到 以对方的身份实力 竟然会如此不顾脸面的对一位苦主出手 此时大局已定 就算谢碧安杀了那个苦主 又能如何呢 他以为谢碧安只是奉命前来监视场中情况 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抛却傲气出手 所以反应略慢了一丝 谢碧安在出手前 其实就已经知道 既然六处的人在这里 那么栽赃的计划定然是失败的 他虽然狂妄 但也没有自信能够在光天化日的京都街头 将那些常年与黑暗相伴的六处剑手 全部杀死 但他依然要出见 因为他心里不服啊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下被那些路人刺倒 而自己想要杀的苦主们 虽然惊口 却是毫发无伤 这种完全的失败 让他愤怒了起来 从而选择了不理智而狂丽的出见 杀死一个苦主也是好的 至少能为二殿下 在与范贤的斗争中挽回些颜面 而且只要这些妓女的亲眷死了一个 范贤总要花很多精力在解释这件事情上 他轻轻握着剑柄的右手 感到一丝熟悉的回颤 知道剑尖已经又一次的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身体 又会带走一个无辜的灵魂 有些满意 甚至是嚣张地笑了笑 回见 看着那位苦主胸前的血花绽开 然后 他的笑容 马上僵住了 谢碧安自信绝不会失手的一见 也确确实实地刺在了那位苦主的身体 但唯一有些怪异的是 剑尖入体的部位略微向中间偏了那么一两寸 也就是这段距离让他手中的剑没有直接杀死对方 而且他已经失去了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因为他面前的苦主就像是一只风筝一样 惨惨斜斜却又极为快速地向着右手边飞了出去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竟然能够凭空将一个人牵引向了完全违反物理法则的方向 谢碧安下意识地手腕一凝 常见护于胸前 豁然转手看去 却只来得及看见刚赶过来的范贤 收回踹出去的那只脚 范贤 身为极高明的剑客 他第一时间觉察出了对方的气息 在尖叫声中凝聚了他全身力量的一剑 笔直而无法阻止地向着范贤的面门上刺了过去 此时六处的那几位路人直到范提斯到了 很有默契地护着惊魂未定的苦主们退到了安全的地方 范贤一脚救了先前那人一命 此时根本来不及抽出匕首 看着迎面而来的寒光感受着那股凛然的剑气 感觉自己的眼睫毛似乎都要被刮乱了一半 他一抬手 吃吃吃 三声连环饥黄之色连绵而起 三只催着剑血封喉的毒液的弩剑 逆着剑锋 快速射向了谢彼安的面门 此时剑尖所指是面门 而暗弩所向亦是面门 两人很明显 都没有比拼脸皮厚度的兴趣 范贤沉默甚至有些冷漠的一扭身体 凭借自己强悍的控制身体能力 让那把寒剑擦着自己的脸颊刺了过去 狠狠一拳击向谢彼安的胸腹 这一拳上 写着霸道真气十分雄混 破空如雷 如果即时 谢彼安必要落个五脏俱碎的下场 谢彼安拼命一弯左袖一舞 五出朵云来 勉强拂去了两柄细小的暗弩 想趁此一剑要了范贤的性命 哪里料到范贤竟然敢如此行险 生生递了那个恐怖的拳头出来 他怪叫一声 横腕一搁 左手画掌而出 拍在范贤的拳头上 咔嚓 一声催响 谢彼安的顽骨毫不意外的断了 范贤 谢彼安愤怒的狂和道 不是因为畏惧范贤的真气 而是拳掌香蕉石一道淡淡的黄烟 从二人拳掌间爆了开来 谢彼安没有想到 范贤竟然在战尽优势的情况下 还会用毒烟这种下作手段 此时毒烟入体 他见识已尽 横格无力 又急着去迎范贤的一记诡异而又霸道的拳头 空门打开 三只弩剑的最后一只刺入了他的肩头 又中一毒 范贤 谢彼安的三次狂乱愤怒 而又无可奈何的咒喊着范贤的名字 知道自己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强行运起体内真气 一箭挥出 直攻范贤的咽喉 毒辣至极 而他整个身体已经飘了起来 准备掠上民宅沿上 逃离这个身具高强实力 却依然阴险无比的另类高手身边 那范贤怎么会让他逃啊 一道灰影闪过 范贤已经在半空之中 缠住了谢彼安的身形 右臂极深 直接砍在了对方的脚踝上 这一记掌力 乃是用打屁官做的小手段 虽然攻击的是敌人最不在意的边角处 却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谢彼安闷哼一声 只觉脚踝处像是碎了 一股难以忍受的疼痛迅疾染了他的半个身体 让他逃离的速度缓了一缓 也就是这一缓 范贤沉默着出手 在片刻时间之内向谢彼安不知道攻了多少次 二人重新站立在未有机遇的街面之上 画作了两道看不清的影子 一道是灰色 一道是黑色 纠缠在了一起 啪啪啪啪 一连串的闷响 谢彼安身上也不知道挨了范贤多少几拳脚 虽然范贤下手太快 所以真气未能进发 谢彼安仗着自己数十年的修为 硬扛住了 但是剑尖如风 竟是连范贤的身体边都挨不到一下 这个事实 让谢彼安开始绝望了起来 对方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呢 谢彼安尖叫一声 急倒手腕 见势俱发 化作一棚隐语护住自己的全身 终于将范贤避退了树部 叮的一声 他颤抖的右手 主见于地 剑尖刺在积水之中 微微颤着 带着那层水面 也多了几丝诡异的纹路 看着不远处面色平静的范贤 谢彼安感觉身体内一阵痛楚 经脉里似乎有无数的小刀子在搁着自己 他知道 这是范贤先前的攻势 已经完全损伤了自己的内服 而他中的毒也渐渐发了 右腿也快要站立不稳 面对着一脸平静的敌人 谢彼安已经丧失了出手的信息 九 谢彼安知道自己就算不清敌 也根本不是反弦的对手 此时他对于反弦的实力评断 已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唯一逗念 他的眼中枉然之后多了丝畏惧 刚刚说了个九字 体内的伤势复发 咳了几道血丝 吞了墨一个字 他望着范贤 眼中闪过一丝枉然 他还记得自己在抱月楼外的茶铺里 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 仅凭自己一人就可以将范贤留下来 这是建立在对自己强大的信心 和对范贤的判断之上 虽然面前这位姓范的年轻人 曾经在去年的牛兰街上杀死过成巨树 但是谢彼安根本不相信 一个权贵子弟能够有毅力 真的投身于武道之中 能够拥有真正精湛 且实用的杀人计 但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富家公子哥 居然已经迈入了九品的境界 九品 谢彼安可诉不止 却依然争出了两个字来 右手的拇指轻微地动了一下 按在了剑柄之上 范贤脚尖一点 整个人像到剑一般来到谢彼安的身前 黑色的剑芒划过 用自己最擅长的匕首 割断了谢彼安用来自杀的长剑 同时狠辣无情的一拳 积在了谢彼安的太阳穴上 然后如到烟一般闪回 就像是没有出手一般 谢彼安其量无比地昏倒在街上 在街上的污水之中 震起了几次不起眼的小水花 身上满是伤痕 范贤不会给失败者任何发表感想 百临钟pose的机会 终于 京都府的牙医们 畏畏缩缩缩地赶了过来 京都府引文讯也冒作惊讶地赶了过来 一看场中局势 他的心头一凉 直到二皇子设计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泡了头 此时再看那位微笑着的范提斯大人 田敬木的心里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有人想杀人灭口 我凑巧来京都府 听弟弟那个案子 凑巧碰上来 范贤满脸平静地说着 右手却还在微微地颤抖 幸好身边带了几个得力的下属 才不至于让这些人阴谋得逞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私自出手的谢比安没有自杀成功 对于范贤来说 能够获得八家将中的一人实在是意外之喜 二皇子府上的八家将 在京都并不是秘密 今日这么多民众 眼看着谢比安刺杀命案的苦主 对于八处的造谣工作来说 实在是一件极好的配合 范贤真恨不得 对躺在地上的谢比安说声谢谢 京都府衙门接管了一应看房 接下来就没范贤的什么事情了 他不需要此时就点明谢比安的身份 自然有下属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人就交给大人了 范贤似笑非笑地望着京都府尹 贼人阴狠 还请大人小心看管 范贤没有将谢比安押回监察院的想法 就算最后问出此次谋杀苦主 是出自二皇子的授意 但如果是监察院问出来的 这味道就会弱了许多 他此时只将昏迷的谢比安交给了京都府 其实何尝不是存着阴晦的念头 交过去的谢比安是活的 如果将来死了 以后的事情就将会变得格外有趣 京都府尹是三品大员 监察院非受止不得善查 难得出现这么一个因死对方的机会 范贤怎能错过 怎舍得错过呀 若真的错过了 只怕连小颜公子都会骂他妇人之人 初纪后的京都 人们还没有从先前的震惊中摆脱出来 毫无疑问 今天京都府外的事情又会成为京中饭桌旁的谈资 而在知情权贵们的眼中 二皇子与范贤的争斗 胜利的天平已经在向后者严重的倾斜 如果陛下没有什么意见 宫中依然保持沉默的话 伪装成路人的下主们 紧紧护卫着范贤 往府里走去 其中一人瞧见了范贤微微颤抖的右手 以为提斯大人是在先前的打斗中受了伤 范贤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 只是有些兴奋而已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享受过这种过程了 这是句实话 先前与谢贝安一番厮杀 确实让范贤的心神有些亢奋 他似乎天生喜欢这种阻杀的工作 甚至有时候会想着 或许颜冰云更适合做监察院的主人 而自己却为小颜打工才比较合适 不过右手的颤抖也不仅仅是因为兴奋 范贤轻轻揉着自己的手腕 本来一片阳光的心情上骤然多了一丝阴霾 这段日子里监察院在范提斯的英明指导下 在小颜公子的具体指挥下 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毫不客气的撕咬着二皇子一派 从官员到经济方面的利益 强悍的占据了极有力的态势 以抱月楼之势为影 以京都府外刺杀之势为根 转战朝廷上下大索商行内外 深挖对方灵魂最深处阴谋诡计一闪念 步步逼近 首先是 毫不出人意料的 八家将之一的谢碧安 在京都府大牢中暴毙 这自然给了监察院极好的借口 院里以联席会的形式 向宫中递了三封奏章 京都府引田径墓终于被停职查看 二皇子为了自保而使出蠢招 让院里一环扣一环 直接除掉了二皇子在京中最大的倚仗 而另一方面 严冰云开始动用别的手段 成功的控制了信仰往京都支援的几个节点 逼得崔家恍恍不可终日 不知道损失了多少银钱 只好被迫着调动江南本家的资金 以求强行打通北方 因为沈崇之死而断开的路线 二皇子方面的银钱入账 开始缩水 舆论方面呢 对于二皇子一派也极为不利 虽然王府之中也有谋略高手 但怎奈 却始终不及监察院的行动力与专业性 和八处的宣传人员比起来 那些王府派去茶楼九四的伙计们 实在是没有什么蛊惑人心的力量 虽然监察院下手机很利 但京都百姓依然隐隐站在范府一边 总觉得那个失踪的范家二少爷 是为二皇子当了替罪羊 这才惹得小范大人下狠手反击 至于李鸿城啊 这个可怜的静王世子 名声更是臭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 谁叫他和圆梦有染呢 京都人都知道 明年春天的时候 李鸿城就要迎娶范家的大小姐 可你却指使着范思哲 这个区区十四岁的少年去开妓院 还让他背上了妓女命案这盆污水 娘嬉皮的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无耻的利用自己小裘子的姐夫吗 一时间无论是在官场之上 还是在别的方面 二皇子一派都被打得节节败退 气势低迷 全无还手之力 他们唯一曾经尝试进行的反击 是长公主控制着的督察院 只是那些御史们白费了力气 监察院所有的行动 全部依托于庆律条例而行 而是没有一丝被人抓着把柄的地方 至于雨夜里暗杀了三位抱月楼命案证人 更是一桩无头命案 就算有人猜到是监察院做的 可是哪里有证据 监察院对于那次暗杀事件的态度也很简单明了 那三个人是被范提斯家人亲自送到京都府衙门的 怎么会死在了京都府外呢 如果要说有问题 与二皇子交好的京都府尹田径木才有最大的问题 对于目前的战果 范贤极为满意 反正宫中的底线在哪里 自己总不可能直接把二皇子赶出京去 只要能将老二的力量削弱到再难以威胁到自己的地步 打得老二痛不堪言 撩出老范家的一口恶气 这就足够了 直到此时 监察院恐怖的力量 其实也才仅仅展现了一部分而已 之所以这次行动能够如此的顺利 一方面是陈平平进内止调令 将所有的权限都下播给了范贤 而更主要的是 范贤的行动在北齐上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了 自下入秋 他和盐冰云已经准备了许久 当时城上预览的奏章里 就提到了二皇子与长公主关系的问题 只不过上次陛下收钟不发 而今次因为抱月楼的事情 范贤借着这口怨气将此事提前做了出来 以有心算无心 以强风吹薄云 这一仗监察院要是还打不赢 陈平平只怕会气得从轮椅上跳起来 痛骂这帮小兔崽子损了自家的威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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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